现在就到了关延美式街 可以看到人确实很多 很热闹 这里有一家星巴克 这个星巴克的装饰风格 跟内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风格完全不太一样 这是奶茶 这是一些偷档的私补品 当然我对这些东西都没什么信心 这边的房子固得五颜六色 看着还是挺美观 挺可爱的 有点让我想到了越南的大乐 大乐那座城市就是待着非常的惬意 真的去过这么多地方 真的强烈推荐越南的大乐 它是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一个山上的度假小城 是当年法国知名时期 法国人的度假生地 然后大乐呢 大乐山上建满了法师的别墅 而且也是像就目前所看到的 所有的小房子图层五颜六色的 跟山景融为一体 开启上来特别好 最重要的是那个气候 因为它山上嘛 海拔比较高 所以说 就特别的凉爽 甚至说还有一点寒冷 人们需要在早晚呢 穿一些长袖衣服 那夜晚的温度甚至能达到20度左右 那个地方 待着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那个物价呀 绝大多数人 都不会感觉到压力 就举个例子 我去的时候 一块芝士蛋糕 折合人民币是7元左右 那这个价格在内地 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整体大陆的房屋的建筑风格 就是越南的那种典型的建筑嘛 此外就是好多的法式别墅 那当法国结束殖民以后呢 所有的法式别墅 已经是被越南政府充公了 都是归为国有 然后再以成竹的形式签约嘛 签约给一些集团呢 或者是客人呢 这些五颜六色的小王子 看的确实是挺可爱的 有点蒜 长期这来自然的 在印度呢 有非常著名的四座城市 叫做四色層 就是每种城市是有一种主题色的 沙漠之城 沙漠之城是以像沙子一样的金黄色 为主题颜色 还有白色之城 那所有的房子呢 都刷成了白旗 橘色之城 橘色之城就是刷成像橘子一样的颜色 还有蓝色之城 也就是蓝色 橙色 白色 还有金黄色 四种颜色为主题的四座城市 四色之城 但是其实也不是进染了 就比如说像蓝色之城 白色之城 还有橘色之城呢 只是一些主题景区 所有的颜色是遵循这种原则 而其他的周边的一些房子呢 也是或多或少夹杂着其他各种颜色 但是那个金色之城呢 也就是靠近巴基斯坦的地方呢 靠近巴基斯坦的那座城市沙漠之城 叫切沙梅尔 切沙梅尔这座城市主体颜色就是金黄色 因为砖的原本颜色就是金黄色嘛 所以说盖出房子也不用刷油漆了 直接就变成了金黄色的城市 叫做切沙梅尔 其实沙梅尔这座城市距离巴基斯坦 大概也就30公里 然后也可以骑着骆驼去沙漠去游玩 但实际所谓的那个沙漠呀 其实就是一些比较荒凉的场所 而且也不是说是像正儿八经的一些沙漠 春草不少 实际上呢 沙漠当中还有很多的杂草 当然了 印度现在疫情爆发了 我想以后很难有机会再去印度旅行了 毕竟以印度的管理能力和现状来讲的话 印度这个疫情将会长期的泛滥 很难从根本上制定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的国情特别特殊 就是在印度今天 你会看到很多两个世纪之前的一些社会现状 就比如说在那个靠近孟加拉的那个帮 就叫孟加拉帮 那个帮呢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 那个帮的印度人呢 竟然还有那种手拉洋车 而且还不是说是针对一些游客 就是针对当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好多的那个这些拉车夫呢 竟然还赤脚或者是穿着拖鞋 这叫我们来讲的话简直是不敢想象 这就是观言小吃街 这些人物 公司还是看着很可爱的